上回咱们说到老侠石宝奎 带着病态岁张芳就奔了大魔状了 这时候啊 太阳都老高老高的了 爷儿俩走到村口外头树林子 就发现树林子里头有人望出探头 那张芳也多尖难 哟 我舅舅来了 上儿也怎么成这儿来了 因为石老侠进了饭馆 张芳就有主意了 跟上儿也说 舅舅 您哪 您上大魔状外头那树林里等着 我一个人去就能把老爷子给算计了 老爷子准备我来 可上儿也走了 上儿也可不放心 上儿也在这树林子这等着 哎呦 着急 急得着跺脚 知道老哥哥石宝奎 脾气大 兴如烈火 外甥张芳这嘴可一点把门都没有啊 万一这孩子要是把老爷子气着了 这老爷俩打起来 可怎么办呢 所以上儿也在树林子这儿等着 他两只眼睛往外瞧 他只探头 看见哥哥石宝奎 手里提着打枪 气昂往前走 张芳在后边跟着 张芳看见了 大爷 您瞧 那不是我教教吗 嗯 我瞧见他了 他不是不来吗 啊 他怎么又来了 那那 那他让我来吗 他让我教教啊 上儿也是真佩服张芳啊 哎 这小子鬼迷三道的真把这老头子给请出来了 要让我去 嘿 老哥哥非吐我一脸唾末不可呀 纯得说我笨 上儿也赶紧过来啊 哥哥 您来了 嘿 老人家面沉如水 用手一缕海下银然 怎么着 我不来 等你来吗 哈 你受累了 上儿也一听 何算我替我外甥打架 我输了 我还算受累了 知道哥哥不高兴了 哥哥 我这当舅舅的帮着外甥是理所应当的 应尽职责呀 什么叫受累呀 嘿嘿 老人家两道眉毛 穿望起这么一立 眼睛都瞪圆了 兄弟呀 你这能力是怎么练的呀 啊 万也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 嘿 上儿也知道 上儿也知道 就是因为自己的兵人护手高 让原家哥俩给打掉了 老哥哥才生气呀 大丈夫嘛 宁师千金 布施寸铁 家伙都让人给打没了 寒碎呢 得嘞 哥哥 谁让咱没能力呢 哥哥 我输了 这里边可有原因 我跟他们一动手 我才知道 我们上家这十八趟行钩的招数 在我小的时候就丢了 我明白了 他们原家哥们把招给偷走了 把我们家的招 画在他们家的招数里头 当我明白之后 我心里不痛快 稍微一闪神 我的银沟就叫原金报给打掉了 我们爷俩才想办法出来呀 我让方儿 到您家中去请您 老哥哥呀 我爹早就把招数给丢了 得了兄弟 老哥哥我给你们爷俩争面子去 你们爷俩往前走 顺他们家大门一直望东 有打东墙进去 你们先找找 找那个 方儿他叫什么来了 夏九龄 夏九龄 好啊 你们爷俩去找夏九龄 行 石大爷 我师哥是随行委员半拆官 是得把他找回来 他是镇八方紫边昆仑侠 同龄的徒弟 我知道了 你们爷俩去找他 我从正门进去 我去找这两个魔鬼头 老爷俩上来好了 石宝葵 右手提着大枪 带着爷俩 又打这村的西口进来 刚至太阳出头的时候 大街上路径人息 还没什么人呢 上爷带着病台随 张芳 顺着原家的门口望东 奔原家的马号大门 石宝葵呢 就迈着大步 直接奔了原家的大门 到了门前 开门 门随关着 门道里头 可有家人在这坐着呢 听见有人叫门 赶紧站起来 门分左右 这家人一看 石老侠来了 认识啊 这地方人谁不认得 石宝葵 石老爷子呀 呦 老爷子您来了 小子们给您请安了 起来起来吧 告诉原家弟兄 就说老父我到了 老爷子您请进 我们给您通病 有人陪着石老侠望里走 进了头层大门 然后直接奔二道大门 再奔屏风望里走 有的家人撒腿望里跑 已然通知了原师弟兄 原金镖原金报 这哥俩一听 石宝葵来了 干什么来了 老大就跟老二说 兄弟 看起来咱们哥俩是惹祸了 哥哥 惹什么祸了 啊 你把上意打了 打了就打了 我能打上意 我就能打石宝葵 哥哥 兵来将党 水来土屯 您干嘛这么害怕呀 啊 不是叫这石宝葵吗 你越害怕 他越吓唬你 越给你瞪眼啊 您陈出去 这回咱不怕上意了吧 啊 还怕谁啊 这石宝葵 他都笨九十的人了 有道是人老 不讲筋骨之能 英雄出于少年 这把老骨头 他都还活几天呢 甭他了 这说着话呢 老侠石宝葵 已然到了院子了 袁金标 跟袁金豹不一样 赶紧往前走 一躬到地 身身一理 老人家 清晨起来 您到了我们韩盛 恕我袁某 未曾远迎 您多多包涵 哈哈 袁金镖啊 袁金豹 你们哥俩出身陆林 还懂得点 陆林的规矩呀 在我石宝葵眼皮底下 你们也知道 不能阅历胡为 所以呢 我对着你们两个人 即便你们两个人 有点小错 我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别说我石宝葵 高抬贵手 嘿嘿 你们能在这儿 安安然然住这么些年 可没想到啊 现在你们竟敢 越历胡为 打了我兄弟上亿 啊 老父 气能容你们 哈哈哈哈 老爷子这声 长笑 这哥俩呀 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呀 那老爷子 多大能的呀 袁金镖满脸带笑 老夏可爷呀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的孩子 袁玉 有两个朋友 您瞧 这位是红毛 秃头 离死马俊 这位呢 是 道爷 陈道长 我儿子两个朋友 您说 到我们家 我能不招待吗 没想到 这个时候 那个姓夏的 跟这姓张的 两个人就到了 到这儿就要动手 拿这马俊 跟这陈道长 我们哥俩并不知道 为什么 啊 这可是我们家呀 我们怎么能让他们 在我们家当场拿人呢 啊 既然他们动手 那是打不过我们哥俩的 我们呢 就把这姓夏的 给捉住了 把这姓张的 就赶跑了 没想到 银沟太宝 上义 上二爷来了 爱屋进屋 看佛静僧 老爷子 有您在咱们地面上呢 我们敢跟上二爷无力吗 啊 我们说了不少的好话 上二爷不敢跟我们瞪眼 不但要救人 还要拿他们二位 那 在我们家中 我们可就不能让他这么办 所以呢 我们把上二爷给赢了 老侠可爷呀 您怎么 这么说话呀 啊 哈哈 你们知道 上义是我的小弟弟 谁要动他一根寒毛 我就让他立根起根 你打了他呀 就等于打了我了 再说 这个陈道长 在镇江有十八条命案 你们为什么 能够融流着下阵的贼人 红毛秃头 李子马俊 在宝定府清源县行刺 他刺杀的是谁呀 亲台大人 所以这马俊是国家的侵犯 好 你们哥俩不守陆林道的规矩 你们是找死子 老夫是绝不能拢 把人给我交出来 这元金镖还要对付 元金爆可及了 哗啦啦啦啦 一番手中 鱼尾双方高 兴实的 平时我们哥俩尊敬您 您是得寸尽尺 难道说我们哥俩怕你吗 来来来 亮你的轻 二爷元金爆 给你讨教讨教 说这话这望前一赶 不 这鱼尾双方高 就对着施老侠的 哽嗓咽喉来了 老侠可施宝奎 双手一合大枪 哈哈哈哈 二魔头 你敢跟我瞪眼吗 我问问你 你长着几个脑袋 他这说着 二魔头的勾引人到了 老侠可未然一下腰 前把一带自己的枪头 扣把一斜 一坐腰 横着枪杆 就奔了 这二魔头 元金爆的两条腿了 一枪扫堂 元金爆一看脚尖一点地 蹭望上一纵腰 刚一起来 那老人家快呀 一转身霸王甩枪时 啪 这枪 正好抽在 元金爆的后腰眼上 蹭的一下 这元金爆的后腰 就起了个大滤尘 疼着他撒手 扔了双钩双钩 唐啦啦掉在地上 这元二爷 咕噜噜噜 就滚出一辆滚去 就这一招 元金爆输了 元金标伸手 把鱼尾双钩抄起来 望上一窜 罩着石老爷子后脑海 脑后摘一只 啪 这双钩就下来了 那老爷子 不但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而且腰腿特别灵活 听声音 知道了 腰子翻身 老爷子 这一翻身 这把大胡子 这么一扬 真好看 老人家 抓一掉脸 手中枪 就对着元金标 两只手的手腕就抽 刹 枪到了 元金标 望回一彻目 老人家 平枪望前一扎 枪走一条线 扎 就在大爷元金标 跨骨轴上 给捅了一枪 擦的血就下来了 石老英雄 刚要说话 猛然间 就在影弊前头 撞过一人类 什么教师宝魁呀 啊 什么地形仙 水佛仙 地佛仙 地形仙的 我全都不懂 嘿 你就是鸡蛋 我也给你 打出鸡蛋 换来 石老英雄 气坏的 心说这是谁呀 敢在我面前 飞扬跋扈 砰 老人家 把大枪插在地上 用手一推海下 隐然扭向观桥 平方前头 撞过一个人来 这个人身高 不到四尺 是个错人 但是 横着算 也得有二尺半 胳膊粗 腿也粗 穿着一身蓝 眷怕缠头 腰中系着容神 这张脸 黑 黑了个脆 而且黑中透着霧 长着一双 蛤蟆眼 两刀肉杠子 眉毛 眼中弩一框外 大湿鼻子头 大嘴叉 石宝贵一瞧不认识 这人是谁 就在这大摩庄的东边 有个小村子 叫尤家庄 这人呢 姓尤叫尤龙 有个外号 三尺鬼 因为 大爷 袁金彪的妻子 就是尤龙的姐姐 这三尺鬼 尤龙啊 没什么能耐 能耐不成 他有个特殊的东西 他这脑袋上啊 长着一层赖皮疙瘩 挺厚 其实呢 这是病 那时候没看好 他这疙瘩呀 经常在痒痒 要痒痒起来 你拿刀砍 他都不怕 痒痒之后 用手脑也没用 皮太厚了 没办法 他就用一块木头板啊 把钉子 钉到这板子上 他这起个名叫钉板 这钉子尖啊 都出外 只要这鸽的一痒痒 他拿这钉板 往自个儿脑袋上 砰砰砰就拍 什么时候拍的不痒痒了 什么时候 他才坐这歇着 所以啊 这脑袋拿刀砍 他都不怕 大家伙管他叫 三尺鬼尤龙 今儿呢 他上他姐夫这儿来 刚走到家门口 一看大门开的呢 因为石老侠刚进来 他进来了 这家人一看 大九爷来了 嘿 九爷 咱们原家 可要败家呀 怎么啦 怎么啦 嘿 跟您说吧 人亡不亡的 不敢说 反正 这家是要倒霉 怎么啦 啊 您知道 咱们二位庄主也 可得罪石老侠了 嘿嘿 石老侠算怎么回事 啊 这三尺鬼 哇呀怪叫 爆跳如雷 腾腾腾往里头跑 他转过影 别这么一瞧 虽然他知道石宝奎 他还真没见过 哼 你个白胡子老头 什么人呢 笑了什么了 他往前一赶步 对着石老侠 窝里发炮 唰的全就过来了 石宝奎 右手一推胡须 左脚跟着往前一脉步 伸右手一按他的腕子 碰 就把这三尺鬼 游龙的腕子 转住了 顺手牵扬 过来的 帮自己怀中一待 游龙望前一摘 石宝奎 左手腕子一翻 就靠过来了 五个手指头 掌心罩着游龙的脑瓜顶 一口真气望上一提 这气就运在掌心 啪 就奔这三尺鬼 游龙的脑门打来了 按说呢 这游龙应该躲 游龙他没躲 游龙心说救我这脑袋 刀砍都不怕 嘿嘿 救我这一脑袋嘎的 能把你这巴掌振坏了 他没躲 他可不知道 石老侠这手掌打下去 能单掌开背 就这一气 把游龙的脑门给砸塌了 这血就穿出来了 扑通一声 三尺鬼游龙是倒地身亡 啊 原金镖原金豹 一看啥腿就跑啊 彩花雨势 陈道长 独猫 独猫 秃头 离死马俊 这俩人机灵 没头就跑跑得更快 试着剑刀 一直往后 到了西北这条墙 这儿 越墙而过 就到了葱口外头了 两个人 这才站住 马俊 马俊 看了看彩花雨势 陈道长的琢磨 你说我是贼 他也是贼 可贼跟贼不一样啊 我马俊是贼 我行刺钦柴打人间羹摇 露脸 他什么贼啊 彩花贼 这是臭贼啊 我老跟他在一块 我能不倒霉吗 心里这么想 脸上一乐 我说 咱们哥俩在一块 待的时间也不短了 你帮了我 我也帮了你 看起来 今天咱们俩可要分手了 马俊说完了 不等陈道长说话 没头他走了 陈道长 西说瞧不起我 认为我是采花的淫贼 你不愿意跟我在一块 我还不愿意跟你在一块呢 跟你在一块 锅里大姑娘挺尊的 锅里小媳妇 长得挺秀气 我能看吗 我看一眼你就不干呢 得嘞你走你的吧 我呀 还找我的大姑娘 小媳妇去 所以陈道长 自己脚铁攒劲 就奔着西南方向下去 他走到西北的村口这 往西南走出没几里地去 就瞧见眼前黑鸭鸭 雾沉沉有一个大村子 走着走着 他这耳头中就有了他最喜欢听的声音 女人 又说又笑的声音 听见这种声音 陈道长脑袋一裂缝 这胡子的一下就出去了 魂飞天外啊 他顺着声音往东边靠 靠着东墙 他翘着脚隔着墙头望那球 嗨 哈哈哈哈 陈道长长高兴啊 里边是一片楼房 虽然这楼房看得不太珍重 靠楼房的东山墙 有一个大窗户 窗户开开了 露出多半截身子的一个大姑娘 哎呦 这姑娘怎么长这么俊呢 乌黑的头发 书着发迹 迎面高挑一个银片子 上边香州嵌宝 金丝高挑 一个粉蓉就是秃秃乱颤 陈道长看着姑娘眼就直了 咱们下回再说